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谢大家,来临,这样的天气都来这里,今年我们是最多人参加的一年,我们希望用他们的热乘的热力来抵抗寒流,这样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会, 各位来分,各位教授,各位医疗界的同人,你们好,韩申博士医疗确准基金的金物是每一年我们都举行的, 今年去到第十二届,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班的朋友是大力支持我们的, 2005年,今年特别多,所以有很多可能是今年第一次来的, 我们希望他们以后都继续来,将我们这样的医疗确准基金大大提高, 我们最主要,为什么要办这件事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我们的宗旨是有一句,就是我儿子写的, 澳门市民健康为本,我们将全球的医疗科技引入到澳门, 给当地的医生用,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每年我们都藉着中文大学,他们这么多教授支持我们, 也都我们去全世界,我们认为是最近我们的,就是香港,澳门,中国大陆,台湾,台湾, 来到我们澳门这里,和我们去分享他的研究, 他将他的成果带入来给澳门, 从而希望澳门的医疗人员可以在这方面从他那里学到东西,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长刊那里,我要拿一拿这份东西, 就说,我们在十二年,我们做的十七年内做的东西, 是做了什么呢,在这个方向,第一,这个symposium每年都有举行的, 第二,就是我们的基金会分别去支持大学, 去做一些研究的, 例如说,许教授今天在这里, 沙士之后,我们做了一件事, 叫做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就是希望那些传染病可以有所防止, 更加希望,我们做了一件事,最近的,就叫做Brain and Mind Institute, 我们每个都,尤其是老人之外很近的, 怎样可以这个认知的障碍呢,希望大大因为这样的知识的关系去减低呢, 更加有一个很大的project,我不知道在何时中文大学才可以有些资料给我们, 就是用这个big data,所谓big data,大数据的technology, 去对于敷衍那方面,希望有些研究,有些改善, 在这方面呢,我们都是转着一个目的, 就是将这些technology引进来,我们澳门, 最主要呢,另外一个,我们想要做的事呢,就是说, 在十一年来,我们将这个科技带了进来, 那我们的展望是什麽呢, 我们的展望呢,就是希望做到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文化医疗师,就是谭春明这个师长, 他说呢,希望将澳门搞成为, 未来这五年,我们的医疗呢,就是我们的黄金五年, 那我们就怕个心口,希望这五年呢,变了十年,变了二十年, 变了无限的,无窮无尽的,每一年的市民呢, 都可以希望,我们做少少的力而已, 不断地享受到,我们的医疗的知识, 不断地提高,不断地改良这个服务, 而令到呢,我们的市民大大得益, 那有一件事呢,我们现在的情况都相当好的了, 因为在日本,香港,澳门,我们的人生, 就是一般人的老人的寿命呢,是最高的, 那我们希望这一点呢,更加保持, 兼进一步,那我更加需要啦, 近年去一百年多就这样, 所以我们都是,就是转了一个目的, 就是将我们这个基金呢,成为一个condu, 就是将这些东西引入, 又做一个technology transfer,来澳门的意思, 那今天呢,本来沈周瑶校长呢, 就他想来的,也都会来的, 那因为刚刚是, 这个中文大学医疗, 这个医学院, 突出的学生的, 颁受典礼, 那她的女儿呢,也都是有多项的, 奖品的受益人, 那所以她就留了在香港, 那她就答应我们明天会来的, 那我们明天会来的, 那我们明天一起见她, 所以呢, 我要讲的也是这么多了, 那我在这里呢, 直至在这里呢, 和你们各个都拜过早年, 那就是希望呢, 今年就更加好啦, 那明年的后年呢, 更加祝望你们的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多谢萱先生, 请萱先生留步。 接着下来, 我们会进行, 纪念品攀陣儀式。 有请萱永明主席, 为我们致送纪念品, 给今天研讨会的各个主持人。 首先有请, 镜湖医院院长, 马鶴章医生。 多谢马院长, 请就座。 接着有请, 仁八爵综合医院院长, 确昌如医生。 有请。 多谢各院长, 请就座。 接着有请,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客座教授, 胡錦生教授。 有请。 多谢胡教授请就座。 有请萱生留步, 为我们攀发纪念品, 给今天的主讲嘉宾。 首先有请, 香港中文大学, 总楼学系, 明余林床副教授, 及顾问医生, 李英杰教授。 多谢李教授请就座。 接着是香港中文大学, 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 腸胃及冠状科, 王伟生教授。 接着是香港中文大学, 内科及药物治疗学, 少佬神经科, 明余林床副教授, 及副顾问医生, 叶兴隆教授。 多谢叶教授请就座。 接着是台北荣民总医院, 医学系, 心脏科助理教授, 呂迅邦教授。 多谢呂教授请就座。 接着是香港中文大学, 矫形外科及创商学系, 名余林床副教授, 及顾问医生, 容书恒教授。 多谢容教授请就座。 接着是厦门富幼保健医院, 副院长钟鸿秀教授。 多谢钟教授请就座。 香港中文大学, 已被咽喉头颈外科系, 系主任及教授, 唐智辉教授。 多谢唐教授请就座。 接着有请香港中文大学, 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助理教授, 庄金龙教授。 多谢庄教授请就座。 继续有请轩生楼部为我们致送纪念品, 给次次研讨会的赞助单位。 有请中国工商银行, 澳门股份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 鄭凯先生上台代表接受。 请两位留步进行大合照。 我们先拍照, 之后再到我们的传媒朋友拍照。 请那么多位嘉宾, 稍等一会儿, 等我们的座位安排好座先就座。 展基金会及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 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赞助, 邀请两岸三地资深医学专家, 一列两日探讨多方面医学内容, 希望值次加强两岸四地医学界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研讨会共有四个部份, 今日只会进行两个部份的研讨会。 另外, 各位完成登记并出席今天研讨会的与会者, 可以在本日研讨会结束之后, 带同以填妥的问卷到登记处领取出席证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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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